位于旧金山日落区的这家极健俱乐部 傍晚时分是会员们上课的时候 场边的两人即使只是在训练 攻防之间都显示出高手过招 原来这是奥运极健选手的日常练习 我英文名字就是Alexander Martial 中文名字陈海翔 我是美国极健花健第四次去奥运比赛 上阵父子兵和陈海翔对练的是他的教练 也是他的父亲 更是带领美国奥运男子花式极健队 屡创夹击的知名教练Greg Martialis 陈海翔从小在爸爸的调教下 成为极健场上的常胜军 自2012年首度登上奥运赛场 就从未缺席奥运 也收获了三面奥运奖牌 分别在2016年赢得个人银牌 2016和2020年赢得团体铜牌 摘金是父子俩的期待 当然每次吃奥运都想要得到两个金牌 一个在团体 一个在个人组 但是我现在比较老一点 但是觉得经验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次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得到这个金牌 如果在巴黎奥运赢得金牌 就创下美国队首面奥运极健金牌的记录 已经30岁的陈海翔 去年的世界排名达到第一 今年虽不是第一 却也赢得两项大比赛 这次再度登上奥运赛场 信心满满 我也不算老 但是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年轻 所以我不能用我自己的体能力 或是用我的速度 或是体能力那么多 因为很多比较年轻的跟我一样 他们的体能跟我差不多 所以现在我知道要用我的办法 我的mind比较多 前三次的奥运经验 让陈海翔比其他选手更有优势 多次赢得比赛的实战 也让他知道哪些技巧可以制胜 打法自然和过去不同 在花剑团体组方面 美国对这次阵容非常坚强 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Nick Eakin 世界排名第五的陈海翔 世界排名第九的孟凯瑞 以及世界排名第21的 Miles Chemi Watson 后三者已经很有默契 加上新成员是世界排名第一 比起上一届的东京奥运 有更好的胜算 我觉得我们有 不但有经验 但是还有他的 我们新的队友的 年轻人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团体 很特别 陈海翔在旧金山土生土长 是个在极箭场上长大的孩子 七岁开始极箭 至今从未间断 他是华裔混血 母亲陈传惠来自台湾 父亲Greg来自希腊 也曾是美国极箭奥运选手 妹妹Sabrina 也曾在上一届东京奥运 代表美国队出赛 陈海翔不只是会极箭 还会念书 他是史丹佛大学毕业生 东京奥运之后 他曾学以智用上班担任工程师 为了进军巴黎奥运 就把工作辞掉 全心备战 同时也担任教练 这让他更了解父亲的苦心和思考过程 其实三年前的东京奥运 陈海翔原本有很好的夺冠机会 但他在前往东京的班机上 前排座位的乘客确诊新冠 导致他遭到隔离 直到比赛前都无法正常训练 也在最后时刻才告知可以出场 也因此影响到他的发挥 个人赛煞雨而归 幸好团体赛赢得同牌 想到那时候 现在我不会说是伤心 但是觉得有一点不公平 但是我还是觉得 因为他们还让我去打 我觉得还是算是好事 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难的 这次回合我们希望 这不是这样的情况 上届东京奥运 因为COVID疫情 运动员家属不得陪同 这次巴黎奥运则完全解禁 因此陈海翔的家人和朋友 都会到赛场边为他加油助威 让他非常兴奋 而巴黎对他来说也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平常每一年在巴黎 有一个比赛 都会是最大的一个比赛 是世界上你问每一个选手 如果他们可以赢到一个比赛 可以是什么 他们会说奥运第一 巴黎第二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巴黎 打奥运 那是真的是像我的梦想 所以如果可以得到冠军 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从七岁算起 陈海翔的极健生涯 至今已经23年了 为了极健曾经修学过 也曾经放弃工程师的工作 追梦的路途很漫长 三十而立的陈海翔 希望在他所熟悉的巴黎 达成毕生的梦想 26台记者古灵家的报道 优优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